他失手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小军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会想要打死他 公诉人说他是故意杀人 只因儿子生父并非他的丈夫 怕他知道真相后会恨我 他究竟为什么对亲生儿子下毒手 法官又缘合将他当庭释放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陈琛为您讲述 他打死了亲儿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2月14日是我国农历的元宵节 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 西部某市法院刑事案件审判厅的法庭里 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两眼凹陷神情呆滞一直低着头 这时审判员的询问打破了法庭的沉默 被告人宋莉莉 公诉人指控你故意伤害你七岁的儿子李小军 并知其死亡犯故意伤害罪 你是否有疑异 此时宋莉莉的情绪突然激动的站了起来 用近乎嘶哑的声音喊道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 小军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会想要打死他 我怎么会希望他死呢 说着便捂着脸激动的哭了起来 坐在被害人席上的男人 正是李小军的父亲 也是宋莉莉的丈夫李建明 此时他眼眶里已经满含了泪水 在他的怀抱里 是他们不满一周岁的小女儿 此刻他还沉浸在甜甜的睡梦之中 旁听席上坐无虚席 大家都想知道 作为一个母亲 他怎么会狠心打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随着案件的审理 人们被带回到了小军死亡的那一天 那天上午九点多钟 快递员李建明正在单位忙着装货 手机突然响了 李建明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放到耳边 就听到妻子宋莉莉带着哭腔喊道 建明快回来 小军昏过去了 快送他去医院 孩子好端端的怎么会昏过去呢 这可吓坏了李建明 他赶忙骑上自行车往家赶 顶着刺骨的北风 李建明拼命的踏着脚踏车 没几分钟就到了自家楼下 他三步并坐两步的奔上楼去 拍了两下门 宋莉莉就把门打开了 看着妻子满脸泪痕 眼中满是悲伤和恐惧 李建明的心咚咚直跳 小军怎么了 李建明喘着粗气问道 宋莉莉没有说话 指了指床的方向 李建明奔过去 看见儿子小军正躺在床上 好像睡着了似的 他反复喊着儿子的名字 又晃了晃儿子的身体 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李建明赶紧给小军裹上一层被子 说了句快去医院 便抱起小军冲出了门口 到了医院 李建明疯了似的抱着小军冲进急诊室 大喊道 医生医生快来救救我的儿子 他快不行了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听到呼喊声 医护人员赶忙接过孩子 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 经过查体 主治医生对身边的护士说 瞳孔已经放大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病人已经死亡 听到这句话 李建明一下就懵了 他伸手拉住小军的手 那手已经没有了他熟悉的温度 李建明的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 他终于站立不住 跪在病床前 抱住小军冰冷的躯体 放声大哭了起来 主治大夫这时候 对李建明说道 孩子已经死亡 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 请你节哀顺便 经过初步的检查 患者是因头部重伤 意外死亡的 可能是被人打伤致死的 建议你立即报案处理 听了医生的话 李建明惊呆了 他猛然想到 平时小军就经常被妻子 宋丽丽大骂 而今天早晨 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小军难道是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打死 李建明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 苦毒尚不食子 他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李建明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想赶紧找妻子问个明白 趁着医生让他给小军办理手续的间隔 他走到摊坐在墙角的宋丽丽身边 一把把他抓起来 一路拽着妻子宋丽丽来到了医院的大楼外 两人对面站着 宋丽丽依然不住的抽气 浑身颤抖 李建明努力压低了身影质问着宋丽丽 你给我说清楚 小军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死了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打死他的 听到这句话 宋丽丽像过电似的打了个寒颤 不自觉的倒退了两步 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李建明见宋丽丽如此反应 知道自己的猜测被证实了 愤怒瞬间充斥了他整个身体 他狠狠给了妻子一个记耳光 抓着他的肩膀咆哮似的喊道 你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她是我们的儿子啊 她才七岁 你的心事有多毒 居然能打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这时候宋丽丽一下跪在李建明的面前 建明我求你了 别再喊了 我不是故意的 小军是我的儿子 我也不想他死啊 你别喊了 我不想坐牢 不想坐牢 他抹了抹脸上的泪 抬头看着丈夫又说道 你想想我们家的闺女 她还不到一岁 没了妈 她怎么活呀 宋丽丽说起了女儿 愤怒的李建明 一下就心软了 刚才两人赶着送小军来医院 忘记了还在床上熟睡的女儿了 他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宋丽丽 回身蹲在地上 用力把头埋了下去 痛苦 愤怒 无奈一下涌上了心头 儿子已经没了 可没了宋丽丽 他一个人怎么带女儿呢 李建明深深叹了口气 低着头 没抬眼看妻子说道 大夫看得紧 小军估计是抱不走了 也没谁看到你打死了小军 我们现在就回家 闺女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宋丽丽急忙点头回应 两个人四下看看 没人注意他们 赶紧小跑着 出了医院 女人打死亲生儿子后 伙同丈夫将尸体抛弃在医院 你想想我们家的闺女 他还不到一岁 没了妈 他怎么活呀 警方抓住女人 女人却称自己冤枉 小军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会想要打死他 一份DNA检测报告 戳穿了女人的谎言 他究竟为何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想毒手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陈琛为您讲述 他打死了亲儿子 李建明不知道这一走会怎么样 但当他俩回到家里 看着饿得哇哇大哭 又尿了一床的女儿 他越发觉得 女儿 这个家万万离不开妻子 他只能祈祷 这个悲剧就此结束 然而两个人走后 医院里处理李小军伤情的医生 见孩子的父母迟迟不出现 也没有警察来调查 感觉这事里透着蹊跷 于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要求警方介入处理 警方立即将死者李小军的尸体送检 法医的验伤结果和急诊医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李小军是因为外伤所致的死亡 而死者身上多处医亲也表明 死者在生前受到过他人的殴打 于是警方立即立案侦查 开始进行调查 通过对医生和护士的走访调查 半民警感觉死者的父母有重大嫌疑 但是由于当时忙于抢救孩子 医院方面没有来得及登记孩子父母的相关信息 因此办案民警决定将找到孩子的父母作为案件的突破口 办案人员又联系到了医院的后勤部门 调出了当天的监控视频 经过医护人员的辨认 找到了孩子父母的图像 考虑到孩子被送来医院时已经是病危的状况 情况紧急 办案人员决定从医院周边的社区开始排查 在群众的帮助下 没过几天就确认了死者父母 也就是案件的嫌疑人宋丽丽 李建民的真实身份 我们再来说说李建民和宋丽丽这两口子 经过一天的折腾 加上因为小军突然去世带来的打击 李建民觉得自己整个人好像被抽空了一样 没有半点力气 他也不想再去质问宋丽丽 为何打死了小军 这件事已经让他精疲力尽 第二天两个人依然不敢出门 李建民一直躺在床上 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 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 宋丽丽一会儿抱着女儿 一会儿把女儿放在婴儿床上 自己坐在床边看着女儿 眼中始终含着泪 可每当门外有什么动静 两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 终于警察还是找上了门 两个人已经被小军死亡的事 折磨得身心俱疲了 他们心里也早已预料到这一幕迟早会到来 因此当门警到来时 他们反而有种如失重负的感觉 被带到派出所之后 李建民和宋丽丽很快交代了小军的死亡真相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宋丽丽狠心打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宋丽丽说 自从小军一出生 自己就不喜欢他 而小军去年从农村来到城里后 更是不停地给自己惹麻烦 因为口音的问题 小军总被邻居的孩子笑话 可谁笑话自己 小军就打谁 害得宋丽丽几乎天天得去跟邻居道歉 小军的学习也跟不上 害得宋丽丽三天两头地被班主人叫去谈话 而小军又因为觉得母亲特别偏爱小妹妹 而感到心里不平衡 常常故意跟母亲对着干 大冬天的 宋丽丽最害怕小军尿床 可有好几次 小军都是在快要起床的时候 故意尿在床上 宋丽丽本来就对小军十分不满 这下对她的怨气就更大了 每次小军一犯错 宋丽丽就打她 在小军死亡当天 宋丽丽忙着洗衣服 让放寒假在家的小军照看妹妹 可是宋丽丽 无意间撇见小军 居然在偷偷学着自己骂小军的样子 一边说妹妹 一边捏妹妹的脸 宋丽丽一把把小军拉到墙边 随手拿起立在一旁 晾衣服是用的竹竿吓唬小军 想让她认错 可是小军偏偏就跟母亲对着干 她对着母亲喊道 我没错 我就是和她闹着玩 哪像你天天就知道打人 你不是我的亲妈 我要让我爸爸带我去找我亲妈去 说着还推了宋丽丽一把 转身就跑 宋丽丽的活一下就上来 拿着竹竿就追 最后小军躲到了床底下 宋丽丽够不着她 就用竹棍伸进去 捅她 打了她 过了一会儿发现小军躺在地上不动了 宋丽丽才一把抓住她伸出来的胳膊 给拽了出来 等小军出来之后 宋丽丽才看见她头上流了那么多的血 而且神情有点迷迷糊糊的 宋丽丽害怕极了 赶紧把丈夫叫了回来 可是等到了医院 小军却已经死了 了解了案情的经过后 宋丽丽被公安机关正式拘留 很快 检察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对宋丽丽批捕 并提起了公诉 打归打 骂归骂 谁家的孩子没个调皮捣蛋的时候呢 可宋丽丽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手这么重 而打死了自己的孩子的宋丽丽 又将面对着怎样的法律制裁呢 庭审中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宋丽丽无视国家法律 长期使用暴力手段 殴打李小军 而在案发当日 被告人再一次殴打李小军 故意伤害死者身体 并且最终导致死者死亡的严重后果 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予以论除 而辩护人则认为 宋丽丽作为李小军的亲生母亲 她没有治李小军死亡的犯罪故意 她因为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对李小军殴打行为并不会致李小军死亡 她并不希望李小军死亡的犯罪结果发生 其犯罪行为符合过失制人死亡罪的法律规定 而被告人宋丽丽也认为 其殴打李小军的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管教 并不想打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就在这当口 公诉人向法庭请求 补充出示一份证据 并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 宋丽丽确实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李小军 并知其死亡的犯罪动机 那么这是一份什么证据呢 公诉人出示证据显示他故意打死亲生儿子 怕丈夫知道事情真相 而其意伤害李小军 他对儿子下出手 难道是因为儿子不是丈夫 亲生的 见您那么喜欢小军 怕他知道真相后会恨我 儿子的生子究竟是谁 而他最终又缘和被法官当品释放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陈琛为您讲述他打死了亲儿子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国际 是非对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法官起案 经法官允许 公诉人向法庭宣读了一份DNA检验报告 被告人宋丽丽与被害人李小军符合单亲与遗传关系 李建民与被害人李小军不符合遗传关系 法庭上一片唏嘻 一直沉默的李建民瞪大了眼睛望向公诉人 又望向宋丽丽 他显然对公诉人出示的这份证据感到无比的惊讶和困惑 这时法官问道 被告人 你对此证据有无意义 宋丽丽低着头 咬着已经干瘪开裂的嘴唇 眼里的泪水巴达巴达的滴了下来 还没等他说话 坐在被害人席上的李建民却突然说道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小军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 法官制止了李建民的发言 宋丽丽这会儿哭得更伤心了 他把头抵在双膝上 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抬起头说道 我对不起我丈夫 好多次我都想说出事实的真相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建民那么喜欢小军 我怕伤害建民 怕他知道真相后 会恨我 会离开我 就这样 宋丽丽终于在法庭上说出了 在他心中埋藏了七年 也折磨了他七年的秘密 也正是这个秘密 让他总是看小军不顺眼 最终导致他失手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小军 原来宋丽丽在和李建民结婚初期 李建民一个人先来城里打工 而宋丽丽则留在农村的老家 一次感激 宋丽丽遇到了他之前打工认识的男朋友 两人许久未见 谈得很是投机 加上宋丽丽一个人在家里很是寂寞 一来二去不知不觉越走越近 导致旧情复燃 宋丽丽没把持住和那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事后宋丽丽十分后悔 他决定马上进城找丈夫李建民一起打工 没想到进城不久 宋丽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虽然确定不了孩子到底是谁的 但宋丽丽还是怀有侥幸的心理 把孩子给生了下来 可没想到孩子越长 越像宋丽丽的前男友 宋丽丽害怕极了 他断定这个孩子不是丈夫的 宋丽丽日夜担心丈夫发现 小军不是他的亲身骨肉 他感觉小军简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都可能让他们夫妻的感情分奔离析 特别是有一次 李建民在和小军一起玩 突然问宋丽丽 有没有发现小军长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宋丽丽当晚一夜没睡 第二天便找了借口 没空看孩子把小军送回农村老家 可是没想到 为了让小军来城里上学 李建民又把他接回来一起住了 生活的压力已经让宋丽丽喘不过气来 小军又天天在他眼前晃 让他不得安宁 宋丽丽天天提心吊胆 害怕李建民发现这个真相 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小军一犯错 他就打小军 没想到最终导致了小军死亡的悲剧 听罢 李建民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目愣愣的盯着怀里的女儿 没说一句话 在控辩双方发表完辩论意见后 审判长让李建民做最后陈述 李建民缓缓地站起来 看着宋丽丽无比哀痛地说 小军不是我的儿子 这不怪他 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可你是他的亲妈呀 你犯的错 怎么能让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呢 李建民低头看看怀中的女儿 转向法官说道 法官 我没有要说的 不管怎么样 宋丽丽是犯了错 可是他确实并非有意要打死孩子 而且除了小军 他还是这个不到一岁孩子的妈 我希望法官能够考虑到我们的情况 给宋丽丽一个从亲处罚吧 宋丽丽为了掩盖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竟然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那么他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丈夫的谅解又能否为他减刑呢 要对本案的被告人宋丽丽的犯罪行为定罪 谅刑必须要从宋丽丽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 结合案件的证据 何一厅成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人民陪审员认为 本案中宋丽丽因李小军不是李建民的亲生儿子 怕丈夫知道事情真相 而其意伤害李小军 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另一位审判员认为 本案中宋丽丽没有伤害致死李小军的故意 亲子鉴定的结果只能说明 宋丽丽可能对李小军有些许厌烦情绪 但不是其加害李小军的原因 宋丽丽的行为更符合过失之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 经过沉思 主审法官发表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意见 宋丽丽确实对李小军存在着厌恶的情绪 这表现在她对李小军的态度和对李小军长期的打骂行为上 但必须要看出 宋丽丽并不希望李小军死亡 首先 宋丽丽在对李小军的打骂中 虽然使用了过激的行为 但人应看出是以管教李小军为目的 李小军身上虽有伤痕 但从法医鉴定报告上可以看出 除事发当日的伤痕外 李小军身体上的伤痕均为皮外伤 说明宋丽丽在打骂李小军时 其行为是有节制的 事发当天 宋丽丽对李小军头部的打击 从电视报告上看来 不是直接一下命中要害 李小军头部的伤痕 有深 有浅 有点状 有条状 这与宋丽丽陈述是在李小军躲在床下后 急向李叹乱打相吻合 这说明宋丽丽没有伤害李小军的主官故意 其次 当李小军出现昏迷的症状后 宋丽丽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了李建民 并积极地对李小军进行了施救 充分说明宋丽丽对李小军的死亡并没有主官上的故意 从而 主审法官认为 宋丽丽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行为符合过失之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 此外 在公安机关虽将宋丽丽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但对其犯罪行为尚不掌握时 宋丽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符合刑法中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或从轻处罚的规定 应当在法定刑罚的范围内给予其从轻处罚 法官还考虑到 宋丽丽的犯罪虽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但其主观恶性小 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而且通过案件的审理可以看出 宋丽丽认罪态度较好 确实没有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 特别是宋丽丽还有一个尚在强保中的女儿需要其抚育 对其适用缓刑更适合本案的案情 何以廷采纳了逐审法官的意见 因此最终判处宋丽丽 有期徒刑三年换期三年执行 宣判那天 当庭予以释放的宋丽丽面容憔悴 她向法官深深的拘了一躬 回身和丈夫对视了一下 伸手接过李建明手中的女儿 她把脸埋在强保中痛哭了起来 为了守住小军身世的秘密 为了隐瞒自己犯下的错误 宋丽丽承受了七年的心理折磨 无处宣泄的情绪导致其不能正确的面对小军 不知如何处理母子关系的宋丽丽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 暴力的方法管教小军 最终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而她与丈夫李建明也将要为小军的死 一生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如果宋丽丽能选择平和的教育方式 能蹲下身来听听小军说的话 问问小军为什么不能和妈妈好好相处 或许她的真诚悔过能获得丈夫的原谅 或许她的温柔体贴可以得到小军无所保留的爱 这个家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伤横累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